台灣在每一個假年的時候 怎麼了 好 我們可以理解 台灣的空難事件 並不是一個很頻繁的地區 對吧 但是我們回去看二零一四年 也就上一個假年是復興空難 二零零四年則是一個七二水災 也是氣候異常 一九九四年則是台灣最知名 也最嚴重的空難之一 是明古烏空難 是台灣跟日本一起發生 請教我們的少年老師 哪些天文意象 會影響國家的運勢 首先我們得 大家可以想 如果有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應該可以看到之前我講過 因為假年 就今年二零二四年是假年 假年太陽化劑 所以會有很多空難的事件 而我們可以在後面 看到日本的狀態 發生很多空難 那他時間大概是在過元旦的時候 就開始發生 那基於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就開始去思考說 這個元旦的時候到底是怎麼了 結果我們後來發現 剛好這個假年太陽化劑 其實是古人觀察了一種天文現象 也就是天文意象發現的事情是什麼 在我們台灣叫做閃燕 有人叫做太陽風暴 或者是說叫做太陽藥斑 都有各種說法 其實邏輯就是太陽的能量異常了 上面有很多太陽黑子 那在古代其實我們這個 傳統中華文化裡面 在漢朝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漢朝的時候 古書就有記載 叫日出黃有黑氣 大如前居日中 簡單來講就是他們看到太陽上面黑黑的 然後覺得怪怪不知道那是什麼 好 那剛好這個太陽風暴的週期 是每十年到十一年一次 而在二零二四的一月一號 剛好是這一次太陽風暴開始 那他會為期這個一到 大概十個月左右 那太陽風暴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第一個GPS 然後導航這些會出問題 所以所有的電信傳訊系統都會出問題 這也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空安事件 各種的發生 各種的意外 原因就是訊號員出了問題 主要是這樣 那第二個部分是他們在講說 當太陽風暴的太陽池發散的時候 對地池也會造成一些影響 所以就開始會產生一些地震相關的問題 所以就容易有地震 然後容易有這個水災 跟有一些這個火相關的問題 相信大家有想想看到一些大火燒的原因 都跟這一個事情是有些關聯的 那我在往下研究的時候 就發現說這個太陽的異常 我們來講如果它是個天文現象 我們如果我們有用的國旗 有些國家它的國旗 或者文化裡面跟太陽有關 那代表說它的整個文化跟氣候 是跟太陽的狀態特別有關聯的 此時是不是也會受到影響呢 你說日本 就像日本 日本是天造大神的這個國家 台灣也是啊 還有菲律賓 所以我們就往下去找的時候 發現台灣的這個國旗上面 其實也是有太陽 就代表說你會發現用太陽的 都是在這一個大概地震帶附近 代表說我們這個區域的氣候跟農業 跟我們的生存環境的時候 受到太陽影響很大 所以太陽一旦異常了 整個我們的各種事情就會出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灣在每一個假年的時候 怎麼了 我們可以理解台灣的空難事件 並不是一個很頻繁的地區 對吧 但是我們回去看二零一四年 也就上一個假年是復興空難 二零零四年則是一個七二水災 也是氣候異常 一九九四年則是台灣最知名 也最嚴重的空難之一是民谷烏空難 是台灣跟日本一起發生 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我們可以從這個剛剛憲哥這邊看了很多國運籤 我們可以從奉天宮的這個新港 奉天宮國運籤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怎麼去面對這樣的一個太陽閃燕出現的一個問題 這邊這個籤詩講 這個財宗漸漸漸分明 花開花蟹截止成 寬心且看月中貴 郎君即變漸太平 什麼意思呢 其實整體來說就是這一個閃燕的影響 在下半年開始會變好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出國的 然後跟海外的這個關係的 或者是說你父母身體上有一些微樣的 儘量怎麼樣 儘量在下半年之後就會變好了 所以在秋天之後呢 基本上所有事情都會好轉 這個也符合 很符合 小莫老師剛剛講的 大概在這個春天跟夏天之間的時候 是比較容易出狀況 但一進到秋天 其實台灣整個就會沒事 那如果你是在上半年呢 一定要出國的朋友 你先買票 放心 我們台灣人都很有福報 因為我們對於信仰的東西是很虔誠的 所以這種太陽的問題就要由太陽神來解決 那道教的太陽神叫做太陽新君 那如果是佛教的話就是阿彌陀佛 那基督教當然這個 耶穌主就說祂是光嘛 所以基本上你祷告也可以達成 所以如果要這個出國的朋友呢 可以去針對你的信仰 找到太陽神進行祈求 而其中比較有趣的 是台灣的太陽神呢 因為跟正成功很有關聯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這個太陽神 背負了這個反清覆明的一個典故在 就你去看太陽神的太陽真經裡面呢 寫的都是拜諸光佛 而這個諸光王佛講的就是姓諸的 所以裡面藏了非常多這個反清覆明的典故在裡面 所以在台灣拜太陽神呢 是一個很有文化 並且很靈驗的事情 對 所以大家如果希望呢 那今年順順利利都可以去參拜太陽神 哇 謝謝老師 今天真的都是長知識了 既然今天都在談國運 我們來請教一下李型老師 從東方命理的角度來看 國運會怎麼樣 那首先針對二零二四年 假成年的一個國運呢 我先下一個結論 就是大環境瞬息萬變 如果說我們國家或者是人民 能夠隨經一變 我們就有機會能夠成就大格局 那首先我們先就異經的理論而言 這話說在北宋時期有一位學霸 叫做邵庸 那邵庸他寫了一本書叫做黃極金氏 那這本書啊 他是從異經裡面去延伸出來 因為非常多的學者會把他 那他預言國運 那就說了二零二四假成年 他這個年卦是雷火風卦 那這個雷火風 我們用最單純的一個解釋 就是雷呢 雷就是正卦 正代表的是東方 東方五行鼠木 那以下方這裡有個火 那代表就是說呢 這個東方的木提供這個火 非常充沛的能量 那這個能量大不大 我們看這個風 就代表是非常的大 所以這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以整個國運 在二零二四年能量 是非常充沛的 而且隨時刺激而動 有這個箭在弦上的感覺 但關鍵就是說 我們要釐清楚兩個狀況 這個是個箭在弦上 是我們準備好了 主動發動 還是說我們沒有準備好 但是因為大環境 我們被動去發動 那這個時候 我們要多方面去考量 那麼來看第二點 第二點如果說呢 我們以這個六十甲子納鷹的理論 來看的話呢 我們二零二四年是 甲城乙四 復燈火 那這復燈火 它就是一個小燈 那這個小燈 它代表什麼意思呢 它是夜明之火 欲陰為己 欲陽則不利 這個很簡單一個概念 各位朋友 如果說你拿一個蠟燭 這個蠟燭 你在太陽光底下 其實你是看不到它的光線的 但是這個蠟燭 如果是說在晚上停電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光明 那換句話說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就是說 其實大環境瞬息萬變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要順勢而為 我們要很清楚 自己在國際上 或者是說呢 在這個大環境裡面 我們真正的一個價值 一個立場是什麼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在二零二四年 我們一定要選對戰友 而且要選對邊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低調形勢 即便這樣子 我們才能夠在黑暗當中 讓大家看到我們國家的 真正一個能力 也可以看到 體現我們自己的價值 好 那第三個呢 我們就從這個紫薇斗數 四化的這個理論去分析了 那我們簡單的說 那在二零二四年四化是 連真化入還有太陽化劑 那以連真這顆心呢 它也號稱是蠻夷之石 那簡單的說 它外交能力的非常的好 那化入呢 它也代表著機會 所以代表就是說 以我們國家而言 如果在二零二四年 想要掌握機會的話 務必我們要強化 自己的外交關係 可是呢 為什麼會說 這個成野火 敗野火呢 因為太陽的五星野燭火 太陽化劑 其實太陽那個特質 就是燃燒自己 照亮別人 但問題是我燃燒自己 我要看到好的結果 可是偏偏遇到化劑 這顆心 很容易是什麼呢 我付出了 但是結果跟我期待的 會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那很容易就是 我們忙了個半天 但是最後我的一個價值 甚至有可能會選錯邊 所以對於一個國家的國運而言 在二零二四年 我們計畫要周延 最好我們的計畫能夠拉長 我不要只看一年兩年 我可能要拉長到五年 十年 然後這樣子才能夠避免 賠了夫人又折兵 那最後一個呢 來我們來看 以圓運 以圓運的理論來說呢 三圓九運 我們都知道二零二四年 它是這個九運的圓年 那這個圓年它有什麼特質 其實中國很注重圓這個字 比方說像是元宵節 它是以農曆年的第一個月圓 然後呢 元旦 不管是陽曆的元旦 或者是陰曆的元旦 其實它都是代表 是一年的第一天 所以圓這個字 它充滿了什麼 充滿了生氣 它充滿了能量 那既然二零二四年 它是九運的第一年 所以代表這個二零二四年 它是充滿了希望的 好 那可是呢 那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火啊 我們單純看火 就五行而言 你會發現 它是唯一一個 沒有固定形狀的一個能量 你說水 因為水也沒有固定形狀 但是水它只要放到杯子裡 它的形狀就固定了 但是火它是沒有的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就是說 其實在二零二四年 整個大環境隨時都在變 而且變得非常非常的快 不管是我們人的生活習慣 我們的觀念 或者是說呢 我們的科技都是一樣 像今天錄影之前 跟小孟老師還在聊天 就像現在的這個人事 人的這個想法心情變得非常的快 今天好好幫你做事 那搞不好明天說走就走了 就會容易有這些情況 那所以就建議大家 以這個原運的理論而言 不管是國家也好 人民也好 我們要習慣變化 要接受變化 這是追求穩定 那最後如果說 我們人或者是國家 我們能夠創造變化 那我們就有這個機會 能夠隨機應變 而且成就大局面 提供大家參考